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2日晚至23日被认为是本轮巴以冲突以来加沙最血腥的夜晚 以色列在过去24小时内不间断的空袭导致加沙地区400多人死亡 报道称加沙地带不同区域成为乙军的目标 以色列至少对当地居民区发动25次空袭 许多对住宅区的袭击是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进行的 其中最密集的袭击发生在贾巴利亚难民营 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 被认为是加沙地带最拥挤的地区之一 那里居住着超过12万巴勒斯坦人 居民楼在袭击中被移为平地 此外 加沙两间医院23日凌晨遭到以色列空军的炮击 院方正努力救治伤者 几乎同时 英美等国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并保护平民 另一方面 以色列总统赫佐格22日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 出示一份文件 他表示 这是在7日所击毙的一名哈马斯成员的尸体中所发现 该文件详列各种图表 包含如何使用氢化物制造化学武器 以及如何使用它们的说明 显示哈马斯企图对以色列使用化物攻击 当天赫佐格也会见了被哈马斯绑架的民众的亲属 并发誓将近一切努力将他们的亲人带回家 中国海警局通报指 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 10月22日执意派出两艘运输船和两艘海警船 擅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 企图向非法坐摊军舰运送违规建筑物资 中国海警船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依法对非方擅自闯入船只进行拦阻 其间非方船只无视中方严正警告 以不安全方式危险接近中方船只 中国海警表示 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威胁中方舰船航行安全 中方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责任完全在非方 此外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3日表示 驻菲律宾使馆首席馆员周志勇公参 当天会见非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亚太司司长 爱林奉是向非方提出严正交涉 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23日说 菲律宾政府强烈谴责中国船只拦截并撞击菲律宾船只 环球时报10月22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独家报道说 中国大陆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苹果手机全球最大的代工商 台湾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集团在广东 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稽查 自然资源部门则对该公司在河南 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此举导致鸿海旗下在中国A股上市的工业复联10月23日开盘及跌停 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 他们认为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被查应该是受政治因素驱使 与台湾即将于明年1月举行的领导人及立委选举有关 还有消息人士表示 富士康正在寻求在中国之外将其生产基地多元化 而这次对富士康的稽查和调查被视为对富士康的警告 虽然中国政府机构尚未对富士康被查作任何正式的公告或宣布 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23日发表声明指出 公司对中国大陆当局的稽查和调查会积极配合 虽然м说大陆当局的稿